在这个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夏天 2024巴黎奥运会如约而至 而今年在上海有了一个全新的官赛选择 在电影院看奥运会赛事直播 7月30号晚 记者走进上海黄浦区和平影都电影院 现场奥运元素随处可见 氛围感十足 虽然距离比赛还有半小时 但已有不少民众来到影院入口处等候进场 当晚恰逢巴黎奥运会乒乓球混双决赛 中国队组合王楚清 孙颖沙迎战朝鲜队组合 首次在电影院观看奥运会直播 让许多现场观众充满了兴起与期待 我觉得就是很多粉丝啊 球迷朋友就大家一起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热闹的氛围吧 然后可能大家看得也非常开心 完全没想到今天是这样热烈的氛围 就是我们可能想的跟以往来说 看电影的感觉是一样的 但没想到今天就是电影院 就是在线下设置了很多 就我们来了就可以领到的国旗 然后这个就非常的烘托现场的氛围 就包括也有很多慕名而来的粉丝 就是会带就像我朋友 他非常喜欢沙头 所以就带了很多手服过来 然后大家就会一起拍照 其实有点像现场的感觉了 巨大的荧幕 将奥运会赛场的每个细节 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一特别的观赛形式 为观众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体验 据悉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 上海大光明电影院 和平影都 国泰电影院等 将延长每日的营业时间至零点以后 除了排片放映当下热门电影 还将推出跨零点奥运赛事直播 为民众提供观看奥运赛事的独特场所 我们整个影厅大概有将近400个座位 这次比赛的上座率出乎我们的意料 达到了90%以上 当然我们影院也做了一些 别出心裁的一些布置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乒乓球桌 还有我们的手持小国旗 这样子都能为我们的观众 看转播的性质能够再提升一层 当然就是这次的奥运会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电影院一共转播22场 记者了解到 此次直播活动内容 包括了奥运会开闭幕式等重要事件 黄金时段决赛 以及有中国队参加的热门比赛项目 此外奥运会电视节目影院直播内容 已经经版权方授权